对于我们这些不怎么喜欢寒冷的人来说 冬天的确是一个最有挑战性的时刻 每年我们都会拿出厚厚的大衣和围巾来包卵 但动物们是怎么度过寒冷天气的呢 大家好,我是Auwi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数个最抗寒的动物 冻成冰块也不死 它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能力 帮助它们抵御无情的冬季 加拿大瑟利生活在北美偏远的北部森林中 它们有着又长又厚的皮毛 起到隔热冬衣的作用 它们巨大的脚掌 让它们可以轻松的在水地上行走 并使它们能够悄悄的跟踪猎物 瑟利的皮毛保暖功能非常强大 通过热门照相机显示 只有它的眼睛、耳朵和鼻孔在流失热量 就算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之中 它们依然活力满满 瑟利的数量依赖于猎物的数量 特别是灵活的摆血兔 瑟利的生存需要以它们为食 瑟利不仅有强大的嗅觉 而且它们的鼻子还能帮助它们确定温度 这样它们就可以在暴风雪来袭之前找到避难所 北极灯耳幼虫的生活方式很独特 作为毛虫 当温度低于15-14度时 它们会休眠 在北极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 比这个温度高 这意味着这些毛虫有有限的时间变得活跃 并进食和累积化蛹所需的资源 这意味着这些毛虫大约需要7年时间 才能成功化蛹成鹅 因此有人戏称北极灯耳幼虫的一顿饭吃了7年才喂饱肚子 幸运的是灯耳幼虫的体内能够产生一种抗冻成分 能让它们抵御零下70摄氏度的急寒 它们也会排除体内的水分 以防止细胞在冰冻的温度下死亡 在阿拉斯加的冬季夜晚时 气温可达到零下9摄氏度至零下18摄氏度的超低温 在冬季的几个月里 阿拉斯加木蛙真的会被冻僵 它们会进入结冰的状态 体温会低至零下18摄氏度 全身大约60%的水分会结冰 它们会停止呼吸 心脏停止跳动 身体里的一些物理过程 如形成代谢和排泄过程也都停止 开始进入胰死状态 长达8个月 从所有的迹象来看 它们都算死了 那么阿拉斯加木蛙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抗寒能力呢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主要是木蛙的体内 能够产生一种高浓度的低温保护剂 这是由尿素、葡萄糖、甘糖原组成的 可以防止木蛙体内的细胞结冰 就算木蛙的身体几乎冻结成冰块 体液降至零度以下也不会结冰 只要一回温 木蛙又能起死回生了 就这样结冰又解冻的循环 可能在一个冬季中可以高达数十次 这种机制并非与生俱来的 它们经过长时间的进化 已经适应了寒冷的卑微栖息地 驯鹿是动员的主人 早在几千年前 驯鹿已适应了极寒的自然好见 尽管是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下 它们仍然能够顽强生存 它们的体脂就像多用途的工具 可以作为雪鞋行走 作为游泳的奖 作为帮助它们挖草的产枝 还有就是驯鹿鼻子的内部结构相当复杂 软骨周围的软组织还带有丰富的血管 驯鹿吸入了冷空气 在鼻脚软骨中绕上好几圈 同时被雪液不断加热 最终变成温暖潮湿的空气抵达肺部 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它们的眼睛所形成的适应性 它们的眼睛在夏天会从金色变成蓝色 以帮助它们在较低的光线下看东西 想象一下随着季节的变化 你的眼睛也会改变颜色 是不是很酷呢 红点皮甲虫 拥有非常强大的耐寒能力 与另外相似 它们会在血液中产生高水平的甘油 以防止体内的水形成冰晶 此外 当处于极度寒冷状态时 红扁皮甲虫还会排出体内35%的水分 并利用细胞膜间的抗冻蛋白 来防止体内其余水分结冰 在实验室的测试中 这种甲虫在零下150摄氏度的温度下 仍然不会结冰 它应该是地球上最强的抗冻昆虫了吧 在这个名单上的许多物种 正越来越多的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狼欢也不例外 这些罕见的 难以捉摸的哺乳动物 有浓密的皮毛和血血般的爪子 可以在厚厚的鸡血上行走 它们生活在高海拔 白雪覆盖的山峰中 狼欢还利用雪 作为天然的冰箱来储存食物 已度过冬末春初的日子 当气温上升和鸡血融化时 它们会失去储存食物的能力 并可能面临饥饿的风险 北极熊生活在寒冷的北方 那里的冬季平均气温约为 零下40摄氏度 但有时会降至零下69摄氏度 值得庆幸的是 它们有一些独特的招数来对抗寒冷 首先 我们深爱的那些漂亮的北极熊 其实并不是白色的 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哦 这有助于它们吸收更多的太阳光 来保持热量 另一方面 它们的两层毛发是透明的 胶长的外层是空心的 能够反射光线 使它们看起来像白色的 还有 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是富环精致的海豹 以至于体重的50%都是脂肪 这些脂肪主要分布在北极熊的皮下 这是一层厚达4.5英寸的隔日脂肪 此外 北极熊一生中大约67%的时间处于静止状态 并在北极进入最冷的时期时开始冬眠 这是为了保留更多能量来维持体温 在北极恶劣的低温环境下生活 在这个名单上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物种 但也许没有一个物种比水熊虫更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一种不超过1.5毫米长的卫生物 在世界各地的虚头生态系统中都能找到 从山顶到雨林到深海 它们可以承受零下273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温度 水熊虫之所以受人关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拥有隐身能力 所谓的隐身能力 就是在极端的环境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这个绝招能把生命代谢放慢到几乎停止的程度 而正是这种能力 水熊虫甚至可以在太空的环境中生存 地球上最顽强的生物应该非它莫属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